我們現在教的東西叫做力的平衡 比較重要的是第一個 叫做兩力的平衡 我們教的平衡如果在下三年級上學期 講話叫做所謂的靜力平衡 靜力平衡就是說東西如果原來是靜止 受力之後仍然保持了靜止 叫做靜力平衡 現在沒有特別強調靜止 只是告訴你說我現在是這樣 受力之後還是這樣 要做所謂的力的平衡 剛剛跟你講過我們的重點是兩力的平衡 兩力平衡條件 兩力要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根據我們前面教的兩個力合力的做法 兩個力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合力就是零了 為什麼要再多加一句 作用在同一個直線上 那是因為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要到三年級的時候才會教 你暫時不用管 你就暫時進駐結果就好 當然比較重要的結果是 大小要相同方向要相反 它要相反 所以兩力平衡的條件 兩力平衡條件就是要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同時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請你背下來 請你進駐兩力平衡的條件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那麼還有一個比較少問的問題 還是有人會問 叫做三力平衡 如果有三個力層平衡的情況之下 那麼任何兩個力的合力跟第三力層平衡 這個上面的圖有個F1 F2跟F3 意思就是F1跟F2的合力會跟F3平衡 就是說跟F3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F2跟F3的合力就會跟F1平衡 會跟它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這就是三力層平衡的條件 好這有三個力 三個力層平衡 好 他就是 他可以讓我們去試看看 他就這樣力量不一樣了 但是要請各位注意件事情 你看喔 我把這個角度變小 這個力量會怎樣 變大 我把這個角度變大 這個力量會變小 因為我們前面教過 角度越大合力會怎樣 越小 角度越小合力會 越大 就前面講過了嘛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在講三力層平衡的時候 會問的問題就是 這邊寫的 剛剛比較小 對面F3就比較怎樣 比較大 然後貝卡最大 對面F3就比較怎樣 比較小 所以呢 兩個力的角度越大的時候 對面的力就會 越小 可能會有考試問的問題 叫做三力層平衡 就是兩力平衡跟三力平衡 重點是兩力平衡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就在一條直線上 三力平衡的重點是 任何兩個力的合力 跟第三力層 第三力平衡 F1 F2 F3 F1 F2 F3 F1 F2的合力 就跟F3平衡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然後就在考試問 一些問題 這樣 這都是有關於力的平衡的部分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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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